想要入手iPhone 12的人快点做好准备 据推特消息达人Komia透露 苹果的iPhone 12系列预计于10月推出 而且价格比想象中要便宜很多 最低只要699美元起 约台币20 500元 这比现有的iPhone 11系列售价还要低低了 从网络上曝光的iPhone 12设计图来看 手机的刘海面积会缩小 荧幕边框也会变窄 iPhone 12系列中的64级位元祖机型只要699美元起 iPhone 12 Pro系列售价可能来到1 049美元 约台币30 800元 看来iPhone 12系列不会因为加入5G和其他新功能而涨价 不过在台湾上市时价格可能会略高一些 高面预估的iPhone 12系列售价如下 5.4寸iPhone 12 64级位元祖为699美元 约币约20 500元 128级位元祖为749美元 约币约22 12000元 258级位元祖为849美元 约币约24 约币约900元 6.1寸iPhone 12 Max 64级位元祖为799美元 约币约23 约币约460元 128级位元祖为849美元 约币约24 900元 256级位元祖为949美元 约币约27 900元 6.1寸iPhone 12 Pro 128级位元祖为1 049美元 约币约30 800元 256级位元祖为1 149美元 约币约33 700元 512级位元祖为1 349美元 约币约39 600元 6.7寸iPhone 12 Pro Max 128级位元祖为1 149美元 约币约33 700元 256级位元祖为1 249美元 约币约36 700元 512级位元祖为1 449美元 约币约42 500元 如果一键如扣米尔预计的那样 国本们可以做好准备购买iPhone 12了 增加5G和全新功能价格却没有涨多少 这简直太棒啦 Tilla 延伸阅读 来源 Twitter 介绍到你了吗 我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 我可以试试